其实不只是账策 还有好多答案都等着揭晓刘律师 其实今天很多人一早起来 发现说奇怪了 竟然是这个无保请回 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推 法官为什么会选在半夜三点钟 来裁定积压与否 我知道您是知名律师 您也曾经在法院工作过 半夜三点钟还会有人在关心吗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易于常态的时间 我必须要讲 早期或许我们半夜也可以申请积压 所以也有可能半夜会有一个积压结果 但是大概这几年 我们法院已经规定 11点以后不要送人犯进去 所以11点以后已经不开积压亭了 都不开积压亭 都不开积压亭 换言之不太会有11点以后 去裁定要不要积压 可是昨天客屁的积压亭 是8点钟就展开了 对 8点就展开了 当然有可能8点展开 真的问了一轮 问到半夜三点 然后最后才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或者是10点多开始开 然后开到一两点也有可能 可是这个案子非常特别的是 第一个 为什么他不先问彭震生 要先问柯文哲 彭震生明明在昨天下午还送医 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但法官却选择先问柯文哲 因为大家都在等柯文哲的结果 好 那既然等柯文哲的结果 为什么10点59分 你问完柯文哲 不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要把彭震生也问完 然后在凌晨3点 才告诉大家结果 这个已经是 不是我们一般司法人员 就是我们在进行 这些司法案件的常态 就是他是故意要等到凌晨3点 我认为他是故意要等到 而且这法官做这样是有他的计划的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计划 我们其实可以回过头来看 一开始的时候 包括从这个积压开始 应该说提审开始 其实从提审跟积压都同一位法官 而在申请提审的时候 也就是柯文哲主张说 我想要回家休息 结果检察官只好把他逮捕 限制人身自由 然后这个柯文哲律师就申请提审 在提审当下 其实法官已经看过 这个所谓的检察官的卷证 因为要审查到底 提审合不合法这些 所以检察官已经看完卷证 看完以后 或许法官会觉得 检察官你手上的证据资料 可能不太够 所以法官已经心里有数就对了 对 所以这个案件 我们提审是什么时候 周六的时候 也就是前天 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六的傍晚5点多 其实柯文哲的律师 已经递交了一个 要开基押亭的委任状了 也就是说检察官已经复训完 准备要开基押亭 但是礼拜六有没有开基押亭 没开 真的开的时间点是什么 礼拜天的晚上8点 为什么还搞了一整天 是因为礼拜天的早上 检察官在做一件事 他们在忙 他们在忙 但是他也让律师忙 他先让律师去开什么 限月亭 然后用手抄整个卷证 不让这个律师去月券 不让律师用印的 但是检察官在礼拜天的时候 问了一个人叫朱雅虎 为什么会问朱雅虎 因为礼拜六 或许法官看完卷证 觉得你里面一直讲他有徒利 一直讲他可能有违背职务收费 钱在哪里 金流在哪里 所以检察官赶快去补 所以就是还没有证据 证据不够嘛 所以法官说我再给你时间 你赶快再去找这个关键人 对 他就赶快去找了朱雅虎 但是没有结果 没有真的找到什么致命的证据 换言之也没有什么账策 好 那在这种状况 法官也只能告诉检察官了 你这些资料不够 很可能这个结果不会对你有利 可能这个结果不好 但是全民都在看 全民大家的反应都是 哇 你看到彭震生被压 看到应小威被压 看到了沈静静被压 下一个被压一定是柯文哲嘛 对 刘律师 我要请问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昨天彭震生 柯文哲都在里面 彭震生最后他是被压起来的 可是柯文哲无保释回 你说他如果交保 大家或许还觉得不意外 但是无保为什么会差这么大 对 所以我才会说 就是因为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 明明同一个法官对彭震生就认为 彭震生你本身是都省委员会的委员 你本身过去是都发局局长 所以你知道这个百分之八百事 其实是有违法 所以我认为你在做一个违法事 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把你积压了 但是柯文哲因为你不是都省的专业 你也没待过都发局 所以你都不知道 你相信彭震生讲的 你相信都省委员会的决议 所以你因为相信 而自己是在这个都省的专业以外的人 所以你来听都省的话 盖章让他觉醒 你没有明知犯罪而去做这样的情形 那这样的结果的截然不同 也说实在很难对全民交代 所以法官才选择半夜三点 半夜三点就是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包括连大部分记者都应该睡 当然记者没有睡觉非常辛苦 而且还在记者结 我们一直守在外面的 是 还在记者结 在这种状况下 当他宣示这个结果 一个是无保 一个是积压 其实如果是一般人 包括我们法界一定会难以接受 一定会觉得怎么可能同一个法官 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 但因为这样的结果在半夜三点 所以有意见的人相对比较少 大家都是隔天早上才看 所以我认为法官某个程度上面 也因为门口的小草在里面呐喊了三天 所以对他来讲某个程度是个压力 因为柯文哲也曾经说过 如果你今天是让我交保 我宁可不交保 我宁可被羁压 我宁可让大家觉得政治迫害 但是法官会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小草在外面 因为柯文哲的一句话 他该压的他就不压吗 法官可以这样吗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理由 深圳法官 法律上的理由是这样 如果我真的要压柯文哲 而最后柯文哲 因为目前检方的卷证 还不足以认定柯文哲有罪 最后的结果是无罪的 我压他叫做冤狱 我们会涉及到冤狱赔偿 冤狱赔偿不是只有 国家赔偿柯文哲 连法官这个 最后做出冤狱决定的人 可能都有赔偿责任 所以法官如果考量到 要羁压柯文哲 一定要有50%以上 有罪的新政 他才有办法去羁压 那既然没有办法达到50% 要柯文哲交保 他又不交保 我最后只好选择 让他无保 那既然无保 我相信他法官也知道 一定很多人有意见 那就选择半夜三点 好 所以就像刘玉石 您刚才讲到说 不管说这个法官 这次他扛的压力有多大 但是他也告诉了 这个检察官说 你的确有一些市政 你是不足的 让你没有办法 把他压起来 而且我们了解到 这次北检 他们不但说 或许市政还没有掌握足够 还摆了一个乌龙 也就是这次 彭正生已经被收押禁件了 但是如果你从院方 公布的才师书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点出了一个精华尘案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他是现任北市都委会的 执行秘书叫邵秀佩 那么甚至检察官 还在这个书里面写说 邵秀佩是畏罪潜逃 但是北市府今天出来澄清 邵秀佩是依照台北市府的规定 请假出国 而且他已经回国了 甚至今天还主动接受了 简连的调查约谈 现任台北市都委会 执行秘书邵秀佩 他目前被院方认为 是精华尘案的关键诊人 但台北市府指出他在8月时期 以及9月1号间 确实是依规定的来请假 不过今天9月2号上班日第一天 他却依旧没有现身 最了解邵秀佩在请假这两周 和家人出国旅游 但原定9月2号最后要正常上班 却又突然再请一天假 原因就是要配合 简连调查 因为就在他回国这天 竟被台北地方法院 在财事书上点名 和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有勾串嫌疑 白子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只见点名 邵秀佩是可疑共犯 还说他畏罪潜逃 怀疑可能和彭震生 相互配合串供 但台北市府调查后 并非如此 虽然没有跑 但邵秀佩和精华尘案的牵扯 并非想象中的这么单纯 109年10月12号的这一次 由秀佩担任主席的 这一次的会议 里面不管是都发局的 其他科室的反对 法务局的反对 但他最后在主席结论的财势 却继续往前走 就这么刚好 在游淑会说的这天 邵秀佩以时任台北市都发局 总工程师身份出席议会质询 当时在都发局长左右 不难看出他在局内的分量 除了要审核大小都市发展规划 建筑管理案 甚至连人事 阵风资讯室的文件 都由他签合 若是刚好 有像金华尘案这样的会议要开 也得由邵秀佩负责主持 这也难怪检方认为 他和彭振生关系匪浅 因为在2021年科师府期间 金华尘多次想变更容积率 当时彭振生就被指派 负责调度督委会 而邵秀佩在多次会议中 更是力推最有问题的 容积奖励方案寺 这把金华尘的火烧进蒋世府 短时间内能不能灭 端看院检怎么办 东森新闻陆志姐 苏宇欢 台北报道 短时间内恐怕这把火 是很难灭的 因为虽然说柯文哲 在调查之后是无保请回 但彭振生却被认定 可能有串供风险 而裁定了积压境界 北院给出的其中一项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关键人物 邵秀佩畏罪潜逃 但是现在还成立吗 因为邵秀佩根本只是请假出游 所以现在彭振生的律师就说了 将会针对这一点提出抗购 三天内就会递撞 双手上靠被罚警带上囚车 前往看守所 他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生 历经深夜一个半小时的鸡鸭亭 2号凌晨3点多 北院裁定 收押警戒 时间回到8月30日 一整天的搜索约谈 彭振生和妻子搭同辆车 被连政官带进北检复训 妻子公称彭振生退休后 兼任多家建设公司顾问 每个月数十万顾问费收入 彭振生也否认贪污 强调昔日经手精华成案 全都依法行政 但北院公布收押理由 首先他时任都委会会议主席 及专案管理人 多次违反议事规则 涉嫌图利及贿赂金额庞大 而且背后涉案惹数不少 其中更点名 时任都发局总工程司 邵秀佩和他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却畏罪潜逃 不过现在被市府澄清 邵秀佩根本没跑 这样还有积要必要吗 主要证人 其实他已经到案说明 而且其实原来在媒体 但我们才知道说 人家早就已经请假了 所以根本没有检方说的 他有可能会再逃 还有院方所谓的会再逃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判告里面一定说明 彭振生委任律师强调 绝对会在三天内 整理完控告状 毕竟院间所说的 关键人物都到了 而彭振生年纪大又有慢性病 前前召开金丫庭 还一度在被院呕吐被紧急送医 事后解释是连吃三天面包所导致 如今台北看守所公布 二号这天的菜色 早餐清粥 午餐还有葱包猪肉配炸鸡翅 晚餐则有蒜味牛肉 看来营养均衡 应该不会再出现 宣体不适的状况 但究竟彭振生在这起案件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在看 当生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而这次柯文哲虽然是吴宝请回 但是他所声称 他完全不知道金华城的容积率 这样子的说法 也引发了各界的质疑 毕竟柯文哲他不是当了 八年的台北市长吗 参加过这么多次的便当会 如果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容积率暴增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像他的前幕僚吴静怡就猛批 柯文哲现在宁愿装傻 也不愿意面对事实 所谓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 我完全没有几过分 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40%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做了八年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对金华城拥有史上最高容积率 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但这样就想全身而退 早已被外界看破手脚 是不是法院要多一个叫做柯文哲的条款 好像不知道 一切就过了 那这样子好了 以后面对这个法院那我们民众是不是都可以讲 不知道不相邀 为什么 恐怕柯文哲现在的心早就已经不再温柔 毕竟过去参加金华广场动土典礼的是你 参与便当会的是你 工章上盖的名字也是你 怎么现在说不知情的还是你 金华城在核发这个容积奖励的三大文件上 都有柯主席盖章或他代为盖章的一个状况 一个重大的台北市的建设 要给出史无前例高的容积奖励 如果说一个台北市长不知道 那其实外界都不相信 媒体人黄志贤也狂呛 法官承认金华城案容积率是违法提高 但法官认为柯文哲没有能力没有智商 明白这件事违法 就算法院当时判决金华城容积败诉 但柯文哲还是不懂 柯文哲现在宁愿装北七 然后也不愿意去这个面对 大家都知道他应该要很清楚的这个状态 傻子能骗多久 都是这个所谓笨蛋决定的 过去市长任内每天嗡嗡嗡 七点半开晨会 到底是柯文哲已经忘记当时的自己 还是一切都只是作戏而已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 所以针对柯文哲是否知情呢 台北市议会其实成立了金华城案的调查小组 就发现了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他曾经对金华城案有过一次交办 两次的清签公文 三次的会议指示 但是没有想到柯文哲吴宝请回的时候 他却又告诉大家说 他对于金华城的容积率暴增到840% 他是完全不知情 因此现在有市府官员表示 金华城容积案最终 其实都是送往市长室去拍板的 除非他根本没看公文就改章 你早上七点半嗡嗡嗡嗡完之后 什么都不知道 你都不清楚 你都不专业 金华城容积率暴增到840%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却推说完全不知情 但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 发现几道关键决策 包含柯文哲一次交办 两次清签公文 三次会议指示 他要的是保障520 他还要12万多地方平方公尺的保障 这一件事情都是写在陈情书上的 就是他指示 就是他交办的 柯文哲复制李文宗模式 非常负责任的说完全不知情 但就有市府官员指出 一般都市计划容积变更案 独发局将案子送到都委会审议 委员会讨论通过后 送往市府并由府籍分级核定拍板 金华城容积案 最终是送往市长室拍板 除非他自己没再看公文 柯文哲的说法就是证实了 他当台北市长任内 完全不关心市政 就是一个无能的市长 过去他也曾经呛响过郝龙斌 什么都说不知道 要不要欺世一世 那现在柯文哲也要欺世一世吗 还有早已揭露的 2020年3月17号的这份公文 金华城向北市府市长市陈晴 最后柯文哲亲自盖章决行 并同意变更容积率 加上东森新闻 曾在2019年直级科市府 批公文流程一化 发现部分公文一定要有自然人评证 就有曾经带过公务体系的幕僚透露 台北市政府电子公文相当成熟 因此任何重大公文的签诚过程 都能留下数位记录 假如真的像柯文哲所说毫不知情 那是底下的人在搞鬼 长官不需要负责吗 贪图常常是重的吗 为什么呢 不太可能底下在贪图长官不知道 柯文哲过去说的话 现在又被挖出 到底是忘记了还是害怕响弃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现在真的要高空谈跳了吗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曾经说 如果民众党主席贺文哲 没有被羁押 他就要去高空谈跳 结果现在还真的很多民众 涌入了王世坚的脸书留言说 你要兑现承诺了吗 王世坚今天有了回答 他说如果北柬抗告有结论 他再来行动 自己一向是说到做到 相较于柯P的涉案 这个高空谈跳 这只是芝麻小事 被人提醒柯兼对赌 兼哥看起来不怕挑战 毕竟如今金华城案 柯文哲目前没被羁押 王世坚是否会信守承诺 进行高空谈跳 柯文哲他当初提说 要来对赌的时候 事后他也没有答应 我过去一向说到做到 我信用很好 所以我相信社会会支持我 这样就是说 等个一两天看看 意思就是王世坚相信法院判决 要大家稍安勿躁 就是因为柯文哲是否羁押 还有变数 因为北柬将提抗告 就等金华城案情势 会如何演变 如果我输了 他没被羁押 我一定去跳 这个是一定的 检格院赌服输让人佩服 不过有骨科医师提醒 高空谈跳还是得留意身体状况 毕竟高速坠落在集体往回拉 就怕颈部关节或脊椎容易拉伤 尤其年长的人风险还可能更高 我运动神经很好的 这个不是问题 反正做好防护都没问题 王世坚面对外界关心 只说不用担心 只是高空谈跳要选哪里 有网友笑说选在桃珠影员 又或是金华城附近 我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不是问题啦 先把高空谈跳地点卖个关子 不过也有网友回忆起 已经被拆的金华城 过去还真有办过高空谈跳 有不少人在里面跳过 这回科间对赌 就等谁会愿赌服输 让经典场景重现 我一定说到做到 东升宣传中心综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面无表情 不发抑郁走进家门 离开北俭时身穿白色衬衫 现在换上灰色Polo衫 终于回到信义路的住家 没想到减连侦办金华城案 从30日礼拜五中午出门 柯文哲再度回到家 已经是2日的中午 历经三天三夜 柯文哲踏进家门没多久 他的夫人陈佩琪 原来早一步到家了 下午1点25分走出家门 搭乘白色轿车离开 过了半小时 下午2点再返家 手中多了一袋便当 肩上的购物袋鼓起 似乎装了不少东西 面对记者提问 陈佩琪简单回话 看来精神恢复了 其实他们在天亮之前 都待在黄山山家 因为这几天真的是很煎熬 所以陈医师 现在的确是在休息 主席身体状况应该也还不错 柯文哲获得五宝请回后 以为会直接回到家里 没想到前往的是 黄山山系纸区的住家 难不成是要就相关案情 进行沙盘推演 我们知道如果柯主席 昨天晚上回家 你们今天大概又 把那边堵得密布通风 而且可能也会吵到他休息 所以我们先让他做安静的休息 说要休息 带夫妻两人才休息几个小时 就疑似被黄山山一起带出门 之后分头返家 急着先去黄山山家 是要与有法律背景的他 讨论案情吗 另外各界也关注 柯文哲原定的防美型 是否照旧 这一去会不会出现 意想不到情形 我们想说后续 我们会再来做讨论 是不是要按计划进行 传出柯文哲初步草拟 9月21号前往美国 27号反抵台湾 如果还是去了这趟 就怕对案情增添变数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目前加入我们现场的是 律师刘伟霆 但是在更进步的 请教刘律师之前 其实我们要来带观众朋友 了解到现在几个最新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在今天 已经到按说明的 这个邵秀佩关键人物 那么目前 他已经从廉政署离开了 那么在北柬 现在所有的记者 都在守候当中 因为邵秀佩的坐车 也即将要抵达北柬 来进一步的进行复讯 那么在稍早的时候 8点03分的时候 东森新闻的镜头 也独家捕捉到了柯文哲 离开他的住家 所以他虽然说 他是去工作工作的 但是大家很好奇 这个时间还能去哪里工作呢 所以我要请教刘律师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检调现在呢 被这个法院认为说 好像掌握到柯文哲的犯罪事证不足啦 现在要怎么补破网 柯文哲这个时候 你觉得他会去找谁 去找律师吗 他现在会去找一个 法律专业的人员 但是他一定不是 他现在合作的律师 不是他现在律师 是他信任的人 是他非常信任的 而且有法律专业人员 我简单来讲这样子 第一个他如果现在找律师 早就这么晚的时间 律师都下班了 而且呢帮他辩护了律师 是因为这个案件 才来帮他辩护的 所以平常生活没有那么亲近 不太认识 那一般是有刚发生刑事案件 一定想找一个亲近 又有法律专业的人 来沟通一些 他可能私底下或者有一些疑问 但是也不方便很官方的 跟他律师讲的问题 好像我们可以猜得到 是他今天早上去找的那一位吗 对 他跟他太太 目前我看起来 最信任的人就是黄珊珊 而且我说实在的 我以前也跟黄珊珊打过对台 黄珊珊的法律专业是可以的 而且他现在也当过副市长 也跟金华丞案了解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 最熟悉的其实就是黄珊珊 所以我相信他是找黄珊珊 所以他今天又要去找一次黄珊珊 一定是又有非常多在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检调的部分 检调他必须在10天之内 他要再次提起抗告 那现在他要怎么补破网 现在这个市政他还搜集得到吗 好 我必须要讲 这次检调发动这些侦察作为 真的有点太赶 而且被赶压着上架 是因为礼拜四应小微的事件 礼拜五搜索柯文哲 所以本来也是廉政署事 礼貌性大家配合 直到礼拜六的凌晨 因为柯文哲要回家 所以检察官才不得不启动 一个叫逮捕程序 而且这个逮捕程序 依照行政网的规定 是必须后面一定要申请羁押 才能前面是合法逮捕 所以检察官被赶压着上架 到后面硬申请羁押 证据不足 最后无保请回 那实际上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办 其实贪污案件 我们在就是遇到的案件的办理 检察官的逻辑大概都是这样 第一个 先抓白手套 还有抓行贿的人 那现在白手套跟行贿的人 某个程度上是出现了 可能是应小微 可能是沈慶晶 或甚至还有其他人 再来收贿的人是谁 可能是彭正先生 可能是柯文哲 我们不晓得 但是会先从这边下手 如果检方有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他现在就开始突破新房 应小微你要不要出来过中秋节 沈慶晶特别你是个商人 你还住在那么好的豪宅里面 你要关在这里吃这种饭吗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只要你供出 究竟你怎么样行贿 我让你不用处罚当污点证人 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沈慶晶他转当污点证人的几率高吗 几乎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对 我们遇到的大概这种重大刑案 特别你想想看 沈慶晶你只要不自白 你只要不供出你的犯罪事实 我就让你一路一直关 所以他会有罪吗 他会有罪啊 行贿当然有罪啊 但是他得坚持住说 我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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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通常关键的账策会出来 还有下面的执行人员 沈慶晶不会亲自去交钱啊 一定有一些执行的人员 那这些执行人员更容易说 对 就是我做的 我就是配合 因为我没有真的拿到什么好处 可是我帮我的老板干了什么事情 有了安家费或许可以说服 但是通常安家费都不够 大部分人在监狱里面最希望就是自由 所以只要告诉你 你现在只要诚实坦白 直接自由 而且未来不用处罚 你绝对会交换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预估半个月一个月后 或许沈静还有各位刚才所提到的账策 特别不管是他的内账或是他的外账 跟这一笔行贿款有关的账策 应该也会出来 在那个时候 其实收网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所以呢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请教刘律师 关于这个账策在哪里 关于有没有人可能会转成这个污点证 当时有被指控要有指控什么 后面… 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 其实在你当时 金华承岸现在简纶有新进展 可以看到的 现在是有约谈 督委会直觅邵秀佩 她是从廉政署被约谈后 被移送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布序 我们看一段现在的进行的画面 喂 不许沈靖 你又被不许沈靖 你又被不许沈靖 对不起 直接摸一下 是有接受什么样的指示吗 被立委被告会不会有点委屈啊 会觉得很冤枉吗 对不起 你把底子直接上来 好 主要就是因为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是被挤压境界 而在裁定书的理由之中 有写说邵秀佩疑词就是共犯 而且还有畏罪潜逃 不过邵秀佩现在其实已经回国 我们现在有看到他人 是已经被送到了北检来接受复训 而主要就是因为 在2021年科市府期间 金华城有多次想要变更容积率 而当时彭正生就是被指派 负责调度督委 而邵秀佩就是当时督发局的总工程司 再加上其实那时候就有来说 疑似金华城容积奖励案方案4 就是由邵秀佩来设计的 因此他背后到底涉及了 有没有什么庞大利益呢 现在也都是减连要争办的重点 以上最新把新镜头交还 方内主播 金华城案检方另开战场 台北市独委会的执行秘书 邵秀佩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4点半的时候 人人将送到台北地界署 连线给记者赵益杰 好主播观众 带大家来关心 现在金华城案的最新进展 都委会的秘书邵秀佩 他在昨天已经回到台湾了 而事实上呢 检方认为 他就是整起金华城案的关键被告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呢 检方他们在执行搜索的时候 这两个礼拜呢 邵秀佩他刚好出国 因此检方没有约谈到他 但是怎么会说他那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整个金华城 体魏京集团的容积奖励 开了20% 这么高的容积奖励 让魏京集团有获利 那这个方案4呢 最主要就是邵秀佩来设计的 那么他现在设计了 新创的容积奖励制度 他到底是为了谁 他是为了魏京集团吗 还是说他是受了谁的指使 要图立魏京集团 这个部分呢 检方都还没有厘清 而目前呢 邵秀佩他原本预计 上午10点在连任署 接受复训之后 接受出讯之后呢 下午4点半的时候 会移送到台北地检署复训 但是疑似呢 因为现在有大批媒体 在等候他 因此现在他移送北检的时间呢 再往后了 那么这一次呢 大家为什么会发现 他是一个关键的被告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您看到这个 法官裁定彭胜生 他的积压理由呢 他有指出邵秀佩呢 他是疑似畏罪潜逃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出国两礼拜 所以法官约谈不到他 认为呢 他就是整个跟 金华城的案子 非常有关联 这一次为什么呢 这一次柯文哲 他在整个案子里面 无保请回 因为呢 目前还没有问到 他的证词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一回检方 约谈邵秀佩 这个动作 就是在未来 就是在为未来 他们提抗告 做好准备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柯文哲 无保请回了嘛 检方他抗告的时间呢 必须在10天内 赶快提出抗告 那如果没有提出的话呢 柯文哲无保请回 就是确定了 但是提出之后呢 这10天内 你的证据 你必须要去说服 高等法院 也就是说呢 你要说服高等法院 说柯文哲 确实有收费 如果检方 他们没有办法找到 柯文哲 确实有收费的 关键证据的话呢 他们提抗告 也没有用 没有端出青菜呢 还是会被高等法院 来驳回 所以这一次呢 约谈邵秀佩 才是这么的重要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除了这一次 检方刚才说了嘛 这10天就是 终局之战了嘛 那他除了要 约谈邵秀佩呢 现在检方也不排除 把这个已经被羁押的 台北市议员 应小威 还有威京集团 主席 沈沁金 都把他提审出来 借提出来 借提出来之后呢 还有包含 彭震生 去交叉 比对彼此的共诊 那这10天呢 有没有可能 让柯文哲的 无保请回 让高院呢 是裁定发回更审呢 这个10天就对于 检察官来讲 是最关键的 以上是在台北地监署 掌握到的这些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好 没有错 你从早上到下午 都一直听到一个名字 就是邵秀佩 现在对于检方 对于林郑署来说 他是一个 最具关键的一个证人 到底会传为被告 或者是共犯呢 我们未来可以来看 好 不过呢 这一次为什么 又要再突然来约谈他 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早上的这一波说法是说 他疑似有潜逃的可能 但是北检完全被打脸了 包括李四川说 他跟我传了讯息之后 他说他只是依规定 正常的出国 完全没有错 甚至连蒋王安也说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请 阵风氏过来查 好 早上弄完一波之后 下午为什么要突然来约谈他 现在有几个点 可以过来看 第一个是说 北检是不是 在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 有疏漏呢 第一个是 你依规定出国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先发了传票 人家出国了 当然是没有办法收到 你借由这种方式 用这种理由去说 跟彭震生有关的人 都已经出国了 所以他有潜逃可能 包括彭震生 也有可能有潜逃可能 所以我要把他来积压 所以这是不是 检方在这个动作当中 他借力实力来做呢 虽然今天第一时间 人家已经说我只是出国 没有任何潜逃的可能 但这或许就是一个 检方攻防之一 好 另外呢 我们一直在今天提到的是 抗告 抗告 如果要抗告 早就要赶快去抗告 为什么要拖到这么久 甚至今天又再约了 少壮配来做约谈呢 会不会就是因为 检方又遇到了瓶颈 等到了包括游淑会议员 今天又再讲了一次 所以他赶快请廉政署 再急忙再去约谈他 看有什么破口能够产生 有产生之后 当然你的塑状洗得够完整 成交给高院的话 几率当然是会比较高的 好 讲到一轮 少壮配到底在里面 有什么关键的角色 我们也用游淑会议员的说法 他说当时这个 杜委会执行秘书 少壮配 少壮配 他的压力非常的大 他是前都发局的总工程师 而且在这总工程师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参与了不少 跟容积率的会议 他甚至是一个主持人 他是一个主持人的概念之下 当初往容积率 560%的定调的会议 就是从他这个地方定调之后 才往前走 这个时间点是 2022年的10月12号 他当下才是往前走 就因为这个会议 容积率才会不断的扩大 所以当时游淑会 在这个调查小组的召集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有异常 他也同时跟检方 跟调查局 跟连政署 都去讲了这件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要突然再重启调查呢 是不是跟我刚刚谈的一样 今天北检在真正于抗告这件事情 他们必须要把诉状起得更完整 包括我们前面一直提到了 要去证明柯文哲有知情 第二个是金流问题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这个邵寿配的过程当中 邵寿配是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证据 能够再重启击压体 好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主播观众 我们持续来关注台北地检署 指挥连政署 来侦办追查金华城的弊案 其实还没有结束 今天又有新的动作 也就是简连约谈 一名共犯来道案说明 而我们现在就在连政署 这名共犯呢 他是被列为被告 他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邵寿配 他目前呢 人就在里头应讯当中 而稍后呢 在结束这边的应讯之后 就会前往台北地检署 来进行复讯 所以说后续检方的强制处分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而说到引起关注的 其实还不止这样 邵寿配呢 他就出现在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所公布 裁定彭正生的收押理由当中 怎么说呢 其实黄正生他被收押 大家都知道 不过的台北地院在这个裁定理由当中 其中有一句就写到 还有一名共犯叫做 邵寿配疑似 畏罪潜逃 而这样一句话 当然引发各界的哗然 但是呢 台北市三观局处 经过追查 发现呢 其实他并没有畏罪潜逃 是台北地院这个裁定理由当中 闹了乌龙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说明 表示呢原来啊这一名少修配 他是请假到昨天 那么先前呢是依规定请假出国 不过现在人已经回到台湾 并没有畏罪潜逃 而他本人呢看到自己被说畏罪潜逃 因此呢也是传来给相关局处的主管 表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动机 但是事实上简连指出 他是在这一起案件当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 而且列为被告 因此呢今天传唤他到案收明 后续呢在联阵署应讯完毕之后 就会前往台北地检署来复讯 稍后呢东西新闻会有更详细的最新进度 以上是我们在联阵署这边 掌握的最新消息 现任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 邵秀佩他目前被院方认为 是精华成案的关键证人 但台北市府指出 他在8月17以及9月1号间 确实是依规定的来请假 不过今天9月2号上班日第一天 他却依旧没有现身 最了解邵秀佩在请假这两周出国旅游 但原定9月2号就要正常上班 却又突然再请一天假 台北市都委会也不清楚原因 不过到底要不要将他停职 身为大家长的蒋万安 说话了 虽然目前检调尚未传唤邵秀佩约谈 但精华成案越少越大 是否只好先出手 不过外界好奇的是 邵秀佩和前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的牵扯到底有多深 109年10月12号的这一次 由秀佩担任主席的这一次的会议 里面不管是都发局的其他科室的反对 法务局的反对还有其他委员 与会委员都提出事法性的问题 但他最后在主席结论的才是 却继续往前走 早在2021年科室府期间 金华成多次遇变更容积率 当时彭震生就被指派负责调度督委会 同时参与会议处理该案件 而同时间邵秀佩就是督发局的总工程司 相关案件送审也需要经过他这手 有没有可能就在这时出了问题 他 对 我只能说当时他压力非常大了 虽然台北地院的才事书指出 邵秀佩畏罪潜逃 但台北地检署却表示 到现在都没有对他发布通气 至于有没有约谈 搜索一律不证实 这把新华成的火烧进北市府 似乎短时间内不会熄灭